Duet is Fun 歡迎大家收看Duet is Fun 製作小組好像有些問題想問我們和Tony 你們都可以一起回答 不如我看看他們有什麼面提 這次是第一集Duet is Fun 為什麼會構思製作這個節目呢? 為什麼兩個又會走在一起呢? 其實這個節目很希望給在座欣賞的人 去看看原來鋼琴這個樂器 是可以和另外一些樂器有一個配合的 其實經常你都會發覺 無論是弦樂、管樂、甚至是人聲都需要和鋼琴合 所以這次是想著第一次 我們就找另一個人坐在一個琴裡一起彈重奏 來給大家聽一下那個效果 還有我們等一下又可以分享一下這個經驗 以至大家會對這件事認識多一些 那為什麼我們會走在一起呢?Tony 為什麼會走在一起呢? 其實就是以前的一個演出 那就有幸得道,Dr. Lee就出席 所以他就認識了對方 然後呢,有一次Dr. Lee就問 你有沒有興趣幫Chimp Music做一些 港琴伴奏方便的工作 那我就說好啊 所以我們就走在一起 那我就說 既然我們要做一個這樣的 demonstration 那我就邀請了Tony、Billy和我先夾了先 那我們就希望你在這裡就讓大家看到 Duet is Fun 好,接著呢 這條問題好像很適合你回答 自己彈琴和同仁甲琴有什麼分別呢?Tony 自己彈琴最主要就是 你只需要聽自己 那同仁甲琴的時候就要聽別人 對啦,最簡單的就是 如果別人不是很大聲的話 那你就不要彈那麼大聲 對啦 還有呢,我們都發覺 坐在一起彈琴呢 有時候呢 踏板都要看一下 哪個踩啦 或者你在我們 等一下演出的作品都要看到 其實有些地方是要長的停頓 接著要再開始 或者呢 很多這些合拍的地方 都要齊整啦 那所以呢 大家都要 想得很周到 還有很有默契才可以的 但其實是好玩的 是真的好玩的 好啦 今次呢 有選了什麼的曲目 給大家分享呢 那呢 我先講我選的那首的作品 我選的那首的作品呢 就是布拉姆斯的華爾茲 那本來呢 他是寫給一個人彈的 而且呢 都幾難彈的 但是呢 他又編了一個四首聯彈的版本呢 我相信他是想著 給一些比較業餘的人來彈的 那我選的是因為他的旋律又很優美 又是一個華爾茲 也都又快又慢 都是有一個很好的對比的 那另外那兩首呢 因為是Tony選的呢 那我們就請由Tony呢 就跟大家介紹一下是哪兩首了 是另外一首就是 就是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的第一樂章 那就改編了做四首聯彈 因為交響曲就是顧名思義 就是管弦樂團演奏的 那開頭大家都認識的了 就是登登登登那個 第二個就是舒伯特 奧地利作曲加舒伯特的一個鋼琴奏名曲 給四首聯彈的 就是奧名曲呢 其實就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就是Sound 那就是代表這個是一首樂曲 那 我選這首樂曲的原因就是 它旋律都比較柔和 優美 那呢 第一首貝多芬就會比較大聲的 會吵一點的 那這首就是一個很好的對比 嗯 是啊 我都覺得 我自己都很喜歡彈舒伯特這首作品 就是 都看到呢 它 用這個方式來表達 裡面有很多 兩個人的對話 因為有時候 我彈一些的音 對方又會回答我 有時候 他彈了一些音 我也會回答他 那你們聽的時候 就真的要好好的去注意這一點 最後這條問題了 可不可以呢 預告一下之後的節目 當然可以啦 那既然又是第一集 就會有第二集 第三集 以後呢 我們都是 鋼琴一定會是有份的 但是呢 就真的會試一下 和不同的樂器 或者不同的人聲 來合作了 那甚至呢 你會發覺呢 可能其中一些的人呢 就是將會是 貴子弟的老師 那他們呢 都會亮相 去將一些可能 考試的曲目 或者他們自己 很喜歡的樂曲 和鋼琴一起 來表達 希望給大家看到呢 原來和鋼琴 來去合 裡面 真的有很多樂趣的 很多的獨奏樂器 自己吹啊 自己拉的時候呢 都沒有看到整個圖畫的 但是當他和鋼琴一起合 的時候呢 他就自然會有一個 更深的感受和享受 我想我們今天的分享 就到這裡了 那希望大家呢 好好地去享受 和欣賞 我們為大家獻賞的 三首作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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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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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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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